Visa 少主公 圣上没怪罪你没进宫 就直接去办案吧 怎么会怪罪 少主公是圣上的义子 圣上怎么能忍心呢 少主公 圣上没刺个属于令牌生的 让咱们想查谁就抄了他的家 大杀死 fought 先上 那到底 改了没有 要咱们还在战场 就知道打打杀杀 今日凯旋归了 明天真卑 Surely 不 Fosterі ногiji 写人 真占 是啊 再评信 明天32 不住客停 是不是 未起至今 没有什么 我要当阵下 师中国听闻 朝中已经有些闲言 falling 不过是非议我不孝吧 他们编排我的罪状多了 不怕躲这条 君姑可要爱惜身子 千万别弃出毛病来 此事远也怪我 没将舅父藏好 我远想着 将舅父藏去庄子 总无人发现了吧 谁知这四娘此说死狠心 他既恨我和君姑曾罚过他 居然狠心报复 就是安排得不好 看我这东西 敢敢窝藏罪犯者论罪 当牵连同坐 若因此而连累了君姑 那才是真不孝 照你这么说 四娘子害得舅父被抓 不但无措 反还有功了 舅父贪莫军械 娘娘大一灭亲又何不妥 弟父若是不服啊 大口气衙门白谁烦 旭伯不要欺负我是个内宅妇人 便拿衙门吓唬我 这官场上的道理我试不懂 却也知道一家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 岂能互相出卖 旭伯还是赶紧想法子 将人赎出来要紧 难道忍心看着君姑 如此年纪 还保长失心之痛吗 贪莫军械是由军阀出制的 我哪有本事去除人哪 我不管 我不管 大郎 你一定想办法救你舅父出来 大郎 大郎 你现在心里只有你心腹一家人 你根本不心疼你舅父 也不心疼我这个大娘的 爸 上次我让你拿两万钱 给你舅母娶心腹 你就是不肯 你心腹兄弟念书是多少钱 你连眼都不眨一下 你心腹的兄弟是兄弟 你阿蒙的兄弟就不是兄弟吗 这别家心腹 都是拿着娘家嫁妆补贴夫家 是我家四父 都拿着夫家的银钱 去倒贴娘家 那不是取心腹 是纳戒续弊 年纪轻轻的 读书取心腹才是正理 再说了 那些钱是原意陪我在战场上 出生入死换来的 他用有何不可 本都是一家人 何分娘家夫家 我倒是不如弟父 算得如此地清楚 难道是嫌军姑 经常拿钱补贴娘家吗 军姑 绝无此意啊 你们一个个的 都不是好东西啊 滚 都给我滚 续伯 四父 你们此次回来得匆忙 主屋尚未来得及收拾 搬出归还 我在后院同了几间屋子 让你们一大家子居住 也便于你们和睦 你让我们一大家子 住在偏方啊 便于 怎么便于啊 续伯与四娘子 不是十余年未见了吗 那我这么安排 正好让你们亲近亲近 不是吗 就依弟父的安排 就依弟父的安排 我偏住着主屋不搬 我看你奈何何 我们对不住妙妙啊 你看她嘴这么白的 一点血丝都没有 也不是在家中吃了多少股 宇军 联防来了 知道了 可是可曾为妙妙找医师看病 周夫人说小孩子烧几日便好了 一直不管不问的 这些年我们时不时被送到乡下庄子 明明父母在挣钱挣命 女公子是半分也没有花着 非但却已少量 连生病了也无人照料 让我们自生自灭 那无缘无故 为何把娘娘送到乡下庄子 自生自灭 钟夫人嫁进成家十几年无子 便想着双养娘家十岁的侄子妖阁 前些日将妖阁带来府中生活 女公子也是好心 给了她一葫芦蜂蜜当临走 没想到葫芦一开便引来了野风 野风遮得妖阁满头薄 钟夫人便让女公子去磨磨性子 正是滴水成冰的节气 便被丢到那庄子上 这葛氏绅士歹毒 真敢让二弟修了它 装满风里的葫芦 是妖阁自己打开的 还是鸟鸟亲自打开的 这么多女公子打开的 十岁的孩童 自己连盖子都打不开 还要求妖妖离开 吃蜂蜜为何不到屋里去 偏要在花草满地的院子里吃 有些事要不做 要做便做得妥当 免得落人话笔 将军 我方才找医师问过 妖妖此次晕倒 不是因为啄了风寒 而是因为伤了脾胃 吃撑了 那是因为女公子饿狠了 平日里 她们的一顿饱饭都不给 今儿是着急 将女公子带回来 才送了些吃食 女公子饿了几日 一时之间吃猛了才 她是怕吃了这一顿 没有下一顿 不然何必这般呢 我们在外打仗 本想着妖妖在家里头 吃喝不愁 谁知竟过得连流民都不辱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退去吧 是 女君在女公子身边 已留下了知心照顾之人 可没想到 还是让她隔世坑害了 如今既然未经回来了 这些事定然不会再发生 天色不早了 将军 不是还要去探望二弟吗 我去探望二弟吗 都说病去卢抽丝 女公子如今这般亏了身子 还不知道要将有多久 才能痊愈呢 他竟然晕得倒是时候 刚好给我们油桶 挑出军姑理亏之处 我这阿母倒是掩毒 怕也是看出我在装云 可对磕待我的人 为何又装瞎 还是女君想得周到 故意将归妻 说迟了半个月 他们来不及遮掩 真就露了马脚 这些人 心中既恨女君 便迁怒于女公子 如此可待的 原来不是不知 我在家中受罪 只是故意放人罢了 家主这般心疼女公子 应该是不会 再万事都顺着老夫人的吧 放心 将军若是妇人之人 朕前早死好几回了 将军 是个明理是非之人 这天下 哪有斗不过军姑的心腹 就是看夫婿 肯不肯帮手罢了 拿自己女儿来行裤肉剂 好让阿父与大母离心 阿母这法子是真够狠的 我不忧心夫君 我只担心 自己撒手不管十几年 这雄木才能掉 如今只能严加管教 费力气把槐树掰直了 不去管欺负我的 反倒琢磨着来管教我